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NZ的监视详解 我是林恩天晓,天心讲师艾米 在讲完追求例子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看 在VNZ当中,它提供了一种方法 叫做Watch 好,$Watch,发一发 那么这个Watch,它其实相当于是一种随时跟踪的这一块 它是摔像板定单的粘检查类似 那么它只不过是随时来观察着 这个controller端或者实力上面 或者说在我们的view端哪里有没有数据变动 如果有的话,那么它就通过一个最新数据的方式 然后呢,对另一边进行一个数据更新 这就是摔像板定的机制 好,我们插写这样的一个摔像板定机制在这里 这个VNZ,对,JES他提供的 那这个机制非常的好 在我们的这个DNA ID的DEMO当中 里面我们直接写了个Fluename 好,直接写了个Fluename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如果直接用Watch 我们是可以来检测它的 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计算属性 它就会是一更好的方法 使用计算属性 而不使用我们命令式的Watch来进行一个回调 OK,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例子吧 在这里,我们就很简单的HTML当中就写了一个DEMO 在这边 好 上面这里是我们的DNA ID的方法 OK,我们示范了这样一个实例 上面这样一个实例 然后呢,同样还是要获取到我们的这个元素 对吧 获取到元素当中 然后我们的DATE FirstName我们是Fluename LastName我们是BAR 好,所以它的权名是Fluenbar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Watch 来观察 怎么观察呢 FirstName它的值是多少 然后呢,传进来 如果我们是观察到FirstName 然后呢,它的V6值是多少呢 然后如果V6值发生变化 行,它的Fluename我们就知道它等于V6值加上LastName 好,把LastName和FirstName直接把它拼起来 但是中间要拼一个空格在这里 就这样,我们就会实时的来改变我们的Fluename的值 同样,LastName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然后呢,把它拼起来 拼过来这里 好,拼过来之后呢 就可以改变LastName的值 通过这个的变化 OK 通过这个的变化 然后呢,不断的 它不断的来检测它 不断的来观察 好,看有没有发生变化 一旦有变化了 行,那么这边它就实时的更新 好,这样得出来的一个效果 其实很简单 它就会把我们的Fluename的值给它 写出出来 Fluenbar 好,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有这个DollarWatch的方法 有同样的效果 我们如果有计算属性 我们就发现它简单的多 直接在我们的实力单中 会有一个Computed Computed 然后呢 在Computed里面 我们有个Gear的函数 这函数 行,它是反昏着这一块的对象 Computed这个对象呢 对象属性名就是Fluename 然后呢,它的值到底多少呢 来自这个匿名函数返回的值 那匿名函数当中 我们就让它是Fluename加上LustleName 中间再来这一个空格 然后现在拼起来的一个字串 然后呢,给它Fluename 那么同样的例子 我们现在把上面注视了 我们只看计算属性这边 我们重量刷新一下 我们发现 好了,它的值没有发生改变 那由此我们发现 因为上面的方法和下面的方法 下面是非常地简单 非常地简洁 OK,简单的多 那么这就是计算属性跟Watch之间 做一个比较 我们发现 计算属性它要比起 我们用DollarWatch回调的方法 来说它就要简单简洁的多 那么当然DollarWatch DollarWatch的好处 它是放到了实力之外 去进行一个追踪 那么计算属性方法呢 它是直接在我们的 Vlog的实力里面 进行一个观察回调的 那么各有千秋 我们一定要做好比较 好,那么这就是计算属性 跟Watch之间的一个比较